欢迎收听大安纪实,我是吕鹏 世界上最深切的恐惧来自哪里呢? 是那些行神兼备的鬼魂形象 还是充满着丑恶想象力的感官刺激呢? 都不是 有时候啊,是充满索取和回馈的爱 事情呢,是从一个匆忙跑进警局的居委会大妈开始的 大妈进门就大喘气,一张脸憋得通红,把我吓得不轻 一通拍这才缓了过来 一开口才知道严重的还在后面 他脸上的肉啊,都开始哆嗦了 死人了,那孩子呀,已经下滩了 我跟着一起的 我赶紧招呼韩东升拿椅子 啊,你慢点说,谁死了呀 我们小区一女的,把我吓死了 我可没见过这场面,那孩子都来不了了 虽然我们不明就里,但看来死人是没错了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赶到了现场 房门紧闭,一群人畏畏缩缩的站在门口 看到穿警服的我们,都条件反射的后退一步 隔绝开现场之后,我和韩东升走进去 看到周围环境干净,没有打斗的痕迹 事发第一赛厨房,来之前大妈已经说过 我和韩东升直奔那儿 终于看到了那个冰箱 挺大的一个双开门冰箱 我用手轻轻的打开冰箱门 即便是隔着手套,也能感觉到一阵寒气逼来 冰箱里赫然一具尸体 位于冰箱下层,蜷缩着躺在里面 看上去已经冻僵了 外面有冰层,厚度不算薄 我小心的观察了一会儿 看不出男女 回头呢,让韩东升把勘察人员叫过来 下楼等待大徐的时候 我问已经缓过来的大妈 她是怎么知道出事了的 哎,我不知道 最近呢,入户普查 我呢,就给这家打电话一直没人接 上门敲门啊,也没人开 开始我以为人家出去了 就问了问周围的邻居 结果邻居说 最近还看到这家人叫外卖来着 到这儿,我就觉得不对了 这家人呐,来这儿时间不长 我是楼长 当初登记了一个电话 印象里这家还有个孩子 在上高中呢 我想着给孩子打电话 问问情况,也联系不上 后来没办法了 我去学校找到这孩子 回家开了门 这才发现人都已经没了 吓死我了 我哪见过这种场面呢 你可不知道,我们这儿之前呢 就发生过老人一个人在家摔了一跤 没人知道差点没了 一直联系不上这家人 我害怕又出什么事 这才一定要找到那孩子回家看看 进门以后 我进去看了一下 家里没人 孩子说也不知道大人去哪了 我想了想 问大妈 死者在冰箱里 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进门之后啊 没看见有人在 桌子上还有灰 看上去很久没人了 我觉得奇怪 之前不是听邻居说 最近家里有人叫外卖吗 我就让孩子看看厨房 有没有剩下的外卖盒 结果孩子估计开冰箱查看了 我就听见一声惊叫 后来我就跑去找你们了 那死者家属在哪呢 在我家 孩子呀 真是可怜 现在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哎 非来横祸呀 据大妈说呀 死者叫刘梅 五十出头 儿子呢 叫陈恋 十八岁 上高三 平时学习很刻苦 是个学霸 为人本分 很有礼貌 这家人呐 搬来不久 是租户 我们也就入户统计 见过一面 刘梅呀 不算是个热情的人 说话也没什么笑脸 不过也没什么特别的 听说是个老师 后来提前办了退休 在家专心教育孩子 他们家跟邻居交流也不多 我们这儿是个老小区 人挺多的 一般来说呢 本楼都是认识的 但这家啊 没几户知道 大妈很详细的介绍着情况 我若有所思 说话的时候 已经看到对面大徐的车了 赶紧迎了上去 大徐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 走路很轻 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 看到我在一旁盯着他 马上说 这人呢 不是最近才死的 估计得有些日子了 尸体冻在冰箱里 所以没有腐败 但是死亡时间不难确定 顿了一下 他又接着说 我看门锁都没损坏 应该是熟人作案 未必 大徐听我说完 皱了一下眉 老唐啊 你不是说 这家平时就这死者一人在家吗 据我们了解啊 死者还有个儿子 就是前面给大妈开门的孩子 上高中 最近呢 也没回过家 但根据邻居所说 上周还听到外卖在门外送过餐 还不止一次 大徐摆了摆手 脸色阴沉的说 尸检之后再说吧 从表象来看呢 死者死亡 至少是十天之前的事情了 韩东升这时候禁不住说了 死了这么久了 那外卖送给谁啊 我看了他一眼 他赶紧闭上嘴巴 这其实也是我的疑问 但是大徐在 这么说 有些不合时宜 见到死者儿子沉练的时候 他眼神呆滞 手指神经性的来回搓动 看起来很紧张 整个人呢瘦瘦高高的 显得有些弱不禁风 据我们所知 你们搬来这个小区不久 对吗 两个月 你最后一次 见到你妈妈 是什么时候呢 她有什么异常吗 沉练抬头 眼睛里蓄满了泪水 他想了几秒钟 摇了摇头说 没有 最后一次见 当时我准备回学校 她还给我收拾了衣服 说了些注意学习之类的话 那你平时和你妈关系怎么样呢 我妈管我比较严 但对我很好 高三了 我们已经开始准备高考 这段时间不能松懈 我妈特意租了这房子 离我学校近一点 好让我每天 能在家多睡一会儿 你不是走毒吗 你怎么又住校了呢 还这么久没回家 学校有个短期培训班 封闭似的 说起这个 她似乎还有些不好意思 只给尖子生半的 明年就高考了 希望能够在这段时间 再冲一下 我妈的愿望 就是我能考上清北 不然也不会让我复读一年 我去年 其实成绩也还不错 我和韩东升 一时间都无语了 感慨半天 母亲的意外被害 一定让这个被刻意压榨到极致的孩子 受到了极大打击 她眼睛里都布满了血丝 走路都勾搂起来 细高的身影 慢慢的消失在夜色里 为了了解更多情况 我们找到了这对母子之前居住的小区 才明白刘梅 为什么要租住在现在的位置 那个小区啊 确实比较偏 离晨练的学校很远 折算下来 光是上学路上 就要花不少的时间 从刘梅前邻居那 我们对死者有了更多的了解 刘梅这个人呢 很要强 当初丈夫老陈在世的时候 两个人就总吵架 后来老陈病了 刘梅可能也意识到 之前很多做法不妥 两个人才变得亲近起来 很多事情呢 也不争执了 都是商量着来 但老陈的病啊 太重了 没几年 人就走了 在那之后 刘梅的性格就又回去了 毕竟家里男人不在了 总是有些闲言碎语 当年不比现在 老陈呢 走得早 孩子又小 刘梅啊 着实受了些罪 好在她算是挺过来了 现在孩子大了 学习成绩又好 到时候考个好大学 一毕业 刘梅就算是熬出头了 我没提刘梅被害的事情 我接着问 他们母子的关系怎么样呢 邻居笑了笑说 挺好的 就是刘梅啊 对孩子言了一些 我们家孩子和陈恋 是初中同学 知道一些他家的情况 陈恋呢 本来挺喜欢说话的 老陈去世以后啊 就不怎么爱笑了 人也变得心事重重 一门心思都在学习上 刘梅自己就是老师 对陈恋自然要求 比一般人要高 再加上家里这个情况 更希望孩子争气 虽然他手头不宽裕 但这些年呢 也没让陈恋受委屈 是个好妈妈 学校方面的说法很简单 陈恋学习成绩 确实很好 名副其实的学霸 几千人的高中 他每次考试都在前几名 这次因为学校备战 明年高考 特意给各班的尖子生 搞了一个短期加强培训 需要学生在校住宿二十天 陈恋呢 就是那个时候入校住宿的 学校的这次培训呢 一共有五十人 全是各班出类拔萃的学生 加强训练是封闭式的 早上很早就开始 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才下课 所以陈恋那段时间 在学校的活动一览无余 高中都是多人住宿 一个宿舍住七八个人 宿舍室友也能证明 他没有离开过 据他的同学说 他每天回宿舍倒头就睡 一切正常 我小心的问其中一个学生 陈恋近期有什么异常吗 嗨 就是有 我也发现不了 我们一天得上十几个小时的课 累也累死了 哪有那个精力去观察别人呢 不过他平时就够异常了 据他同学说呀 陈恋不喜欢说话 每天就是埋头学习 有时候在座位上 一坐就是一上午 到中午饭的时候 才从凳子上挪开 陈恋的同学吐槽说 要不是人需要上厕所 我觉得他能汗死在那 可能这就是学霸的毅力吧 我妈呀 就经常拿着成绩单上 陈恋的名字激励我 我明白了 陈恋就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根据这些线索 我又快速的捋了捋 也就是说 从家里离开的时候 是陈恋最后一次见到刘梅 之后没多久 刘梅就遇害了 韩东升一脸困惑的说 但我们没发现刘梅 有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社会关系啊 排除情杀和仇杀 这就蹊跷了 而且如果刘梅 在至少十天前就遇害了 那邻居口中 一周前还在订外卖的人是谁呢 不知道 不过一定有人知道 找到那个叫周宇的送餐员 并不困难 他是近期最频繁的 给这家送外卖的送餐员 他气喘吁吁的说 您找我呀 我刚送完一单外卖 直接过来了 有件事情得了解一下 你应该明白 既然叫你来这 说明事情很严重 出什么事了 我最近呢 确实走得急了一些 但我没撞到人呢 不是交通问题 有别的事情 要请你配合调查 我说出一个日期和小区 我问他 你给这户送过餐 是吗 周宇想了想 拿起手机翻找了一会儿 估计在找送餐记录 不一会儿点了点头说 是的 没错 我没回答 接着问 你送餐的时候 是谁接收的呢 没人接收 这事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没人出来 我放在门口就走了 放门口就走了 具体说说 那天的事啊 我记得很清楚 干我们这活 时间就是效率 你说的那个小区呢 我也去过几次 路很熟 送餐也快 我们送餐有时间要求 所以我开得很快 想尽快送达 那天上去以后 敲半天门 也没人回应 我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结果电话也没人接 这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只能反复的打 就在我准备继续拨号的时候 收到了一条短信 上面就五个字 外卖放门口 这也不奇怪 现在不喜欢见人的客户 越来越多了 好多人都是隔着门说几句话 直接上把东西放在门口 我们时间又紧迫 放在门口更省事 也愿意这么干 不过那一回啊 连话都没说 就一条短信 这也不奇怪 也可能是客户不方便接电话 短信告诉我们 怪就怪在 第二天我又送了这家 要求一样 甚至连点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本来呢 我也没太在意 但之后一周有几天 我都接到了这家的订单 还都是订同一家餐馆 除了偶尔换一两个菜 几乎没变化 每回呢 都让我把外卖放门口 后来几次 我都不打电话了 直接放房间门口 敲敲门 然后就走了 那一直没人应答吗 没有 有一回啊 我还好奇呢 凑近门还听了一下 里边什么声音也没有 倒是我自己的心脏 砰砰跳 清晰得很 毕竟这事啊 也不体面 我也不敢多呆 就走了 后来就没收到过这户的订单 慢慢的 我把这事也忘了 这不 今天突然我们经理 说是警察找我 让我来这一趟 还问我是不是最近犯什么事了 哎 你们问这个干什么呀 你送外卖的那家啊 死人了 我看着周宇的眼睛 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他说出来了 什么 他一下子站了起来 脑袋上的帽子都掉了 死人 我都没见过客户 这事跟我没关系啊 你别紧张 这是基本的调查工作 如果你没涉案 那就什么都不用怕 周宇脑门上都渗出来了汗珠子 你们打听一下 我这人老实的很 除了开电动车有点快 其他违规都没有过 我确实跟这事没关系 几秒钟之后 他想起了什么 你们调查完了 可得跟我经理说一声啊 别到时候把我工作给搞丢了 放心吧 会的 如果你没问题 我们一定会说明情况 不会让你受人非议 不过 需要你把这段时间的整个情况 详细的给我们写下来 还得采集样本 今天和你说的内容啊 严格保密 你最近呢 先别工作了 等我们安排 毕竟一天找不到凶手 你就有这个嫌疑 周宇赶紧点头 一脸诚恳 好好好 我写 我马上写 韩东升 看看那两张薄薄的纸说 这么扯淡的事 咱也信哪 咱查查下单的电话 不就清楚了吗 死人总不能打电话吧 问题啊 就在这儿呢 我查过下单的电话了 就是流霉的 但现在查询 电话已经关机了 而且定位 也找不到地点 这说明 不管是谁拿走了死者的电话 都已经废弃 不再使用 搞不好电话卡 都已经损毁之后丢弃了 哎呦 师傅 凶手用死者的电话 定了一周的外卖 为什么呢 你这可问倒我了 我也不清楚啊 先等大徐的尸检结果 说不定啊 有收获 尸检出来之后 我和韩东升都很意外 死者是被重击致命 伤口在头顶 头骨凹陷 显示力度很大 后来被人拖入冰箱冷冻 因为冰箱的下层比较大 死者身形瘦小 所以尸体保存的很完整 当时死者头部 冲着冰箱里侧 再加上外表有冰层 血液凝固 我没有注意到伤口 大徐在那扎了扎舌说 牛 体表竟然没有发现痕迹留存 这人是个高手啊 估计戴了手套 要不然不会什么痕迹都没留下 也没有被侵害的痕迹 排除性侵的可能 我说 我们检查过了 家里呢 丢失了一部分的钱物 但是价值不算太多 不过这种谋财害命的案件 一般来说不会这么周全 这种手法啊 倒像是专为杀人去的 外卖送餐人员也问了 作案的可能性很低 应该不是他 大徐漫漫悠悠的说 可以肯定的是 死亡时间 在大约十几天前 小韩上次的问题没错 一周前订外卖的人 到底是谁呢 监控啊 并没有发现 我们调取小区的录像 进出小区的人员里 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甚至都没发现流霉的身影 重点对比了进出小区的人群 没发现陈恋 倒是看到了匆忙进出小区的周宇 他的制服太显眼了 所以呢 在视频很容易就找到他 从我们查获的记录来看 这段时间 这种制服的外卖员 进出小区一共十次 楼里是没有监控的 这让我们无法确切的掌握 楼层的情况 走访刘梅家周围的邻居 也没什么收获 大家普遍对他家情况不太了解 这不意外 第一次出现场的时候 我们就有所了解 刘梅家搬来也不过两个多月 跟邻居平时接触非常少 五楼啊 有一个婆婆小声的说 我呢 上去过他们家一回 有一回啊 楼上的动静太大了 把地板砸得咚咚响 我家小外孙都被吵醒了 没办法 我才上楼去他家问一下 门一打开啊 我就看那小伙子 弯着腰抱着头 在家里哭呢 可能和他妈闹脾气了 我说了情况 他妈倒是很客气 道了歉也就没事了 我好奇的问 为什么地板会咚咚响呢 这我也不清楚啊 我上去的时候已经不响了 不过看那女的开门时气冲冲的样子 肯定不是好事 韩东生哭笑不得 自言自语的说 难道是气得跺脚 我琢磨了一下说 不像 你有没有听到他说 陈恋当时是抱着头在哭呢 师父 那你意思是 刘梅用什么东西打了陈恋的脑袋 那也不会让地板咚咚响吧 我心里啊 有个猜想 想了想 我跟韩东生说 回头啊 咱们验证一下 刘梅的通话记录 很简单 除了一个月之前 几个零星的社会关系 近一个月之内 就只有几通未接来电 显示都是外卖员的电话 但没有一个电话是接通的 我们顺便查看了 陈恋和周宇的手机通话记录 陈恋的比较简单 周宇的就复杂多了 毕竟外卖送餐员 每个月的电话量是惊人的 海量通话中 筛选出来有价值的信息 本来就是一个大海捞针的举动 这一次我们什么也没捞着 竹篮打水一场空 周宇的通话记录并没有斩获 绝大多数是客户 中间零星的穿插着家庭电话 陈恋的电话更少了 一个月前 有几个是打给刘梅的 期间呢 还有和几个同学 还有朋友的通话 因为电话没有录音 我们也无从知道说了什么 倒是其中有一个号码的主人 引起了我的注意 韩东升查问之后回来说 师父 这个人呢 跟陈恋是一个小区的 是母子俩 现在租住的小区 我想起居委会大妈的说法 刘梅和陈恋因为搬来不久 在这个小区并没有什么熟悉的人 看来啊 陈恋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孤僻和内向 至少在这个出来乍到的小区里面 他交到了一个朋友 现在这个难得的朋友 正坐在我面前 让我感到吃惊的是 他明显和陈恋不是同一种类型的人 眼前这个穿着宽大的裤子 脖子上挂着各种长长项链的年轻人 更像是那种混迹在地下游戏厅和夜总会的活跃分子 要说学霸陈恋会和他有交集 实在是有点让人难以相信 我看着这个发型时尚的小子说 你认识陈恋 你叫罗鹏 对吧 算是认识吧 这罗鹏呢 一脸都波澜不惊 看样子 对这个阵容并不害怕 进过我们这吧 我笑了笑 又对旁边的寒冬生说 查查看 有没有情况 这时候罗鹏说了 不用了 我来过 但不是你们这 当时年纪小 教育一下就算了 罗鹏 这回可不是教育一下那么简单了 你和陈恋是怎么认识的 你们找我 就因为陈恋呢 罗鹏啊 似乎放心了很多 他搬过来没多久 在小区门口 让几个小混蛋给欺负了 我看见了 当时上下喊了一嗓子 就这么认识了 我心里清楚 事情一定不像他说的这么简单 但很明显 通过那次出手 陈恋和他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友谊 我敲敲桌子问他 据我们调查 陈恋在十多天前给你打过电话 有印象吗 嗯 没有 我这一天天的电话多了 哪记得这么清楚啊 陈恋最近给你打过好几个电话 你都忘了 你这么一说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等了几秒钟 他瞪大了眼睛说 哎 我想起来了 当时他告诉我 他给我订了外卖 让我去他们家娶 韩东升的腰一下子挺直了 我心里边也挺高兴 我赶紧问他 为什么要去他们家娶呢 直接送到你家 不是更方便吗 嗨 陈恋知道 我平时白天呢 都在家睡觉 晚上才出去活动去呢 吃饭都靠订外卖 那天不知道怎么发了善心了 说是给我订了几份 让我中午十一点半左右 去他们家门口拿去 可能是因为之前我帮了他 想感谢我吧 那你娶了之后呢 陈恋一连好几天都给你订了外卖 还都是送到他家 让你去娶的吗 对 你们知道的还挺清楚啊 这小子办事啊 糊里糊涂的 我都习惯了 要真有心 直接送我们家不就行了吗 干嘛让我去他们家 还得下楼的 但我们在电梯监控里 没发现你啊 我家就在他们家上边两层 坐什么电梯啊 我走楼梯就行了 我和韩东升都愣住了 看看对方 一时间呢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脑海中浮现出了陈恋苍白的脸孔 毫无疑问 陈恋用刘梅的电话订了外卖 送到自己家门口 然后指定由罗鹏取走 问题是他为什么这么干 我想起了监控中的画面 于是和韩东升重新调出来查看 容量所限 监控只能保存一个月 算我们幸运 涵盖了作案时间 这一次我们详细查看了 整个小区里 每个外卖员进出的全部轨迹 一针一针的比对之后 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不得不说 第一次查看过于盲目 忽视了 穿周宇这种外卖服的快递员 一共来过这个小区十次 除了周宇来的次数多 另外几次是其他的送餐员 其中有一个送餐员 就在周宇送餐的前段时间 经过小区 上次都在关注周宇的行程 所以没有重点查看 而且因为帽子和背影角度的问题 没有看到脸部 这次我刻意观察了这个送餐员 进入小区的时间 掐指一算 差不多就是十多天前 对比陈恋的体型和步态 有些类似 嗯 原来如此 我心里亮堂了 我回头对韩东升说 去学校找陈恋 顺便搜查一下他的随身物品 巧的是 大徐的电话也打过来了 痕迹物证 也有了重大发现 我们从学校带走陈恋的时候 他似乎并不惊慌 韩东升冷着脸 从后门把陈恋带上车 他一路沉默的钻了进去 考虑再三 我们还是顾忌影响 没有当着同学和老师的面 给陈恋带上手铐 坐在我们面前的陈恋 还是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不同的是 这次他的表情 隐隐透出一股冷峻 韩东升面有喜色 冲我努了努嘴说 在他行李里边啊 发现了我说的东西 陈俊对我们带他到审讯室 并不吃惊 反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从坐姿到态度 都透露出来一种 与年龄不相称的傲慢 当然我知道 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主观印象 但从他俯身进入车内开始 这种感觉就挥之不去 我开门见山的问 据我们了解 你母亲对你可以说是 尽心尽力 无微不至 你为什么要杀害她 对这种对抗意识 很明显的对象 旁敲侧击已经失去了效果 陈恋说话很慢 但是很稳 我没有杀她 你们搞错了 我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母亲呢 韩东生这时候开口了 你说你没杀害你的母亲 那我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用她的手机订餐呢 我没用她手机订餐 你们是警察 做事情要有证据 不要血口喷人 陈恋似乎有些愤怒了 额头上隐隐的有青筋露出来 我敲了敲桌子 我们当然有证据 但现在是询问你的时候 如实交代 陈恋冷笑着 不说话 罗鹏已经交代了 我这话一出口 陈恋马上冷冷的看着我 我接着说 是你已帮他订外卖 感谢他为理由 让他去门口取的外卖 我们刚搬来这小区 小区的人 我一个都不认识 而且我当时在学校 你说的这些情况 我都不清楚 我母亲一个人在家 不想做饭的时候订个外卖 这不奇怪 不 这很奇怪 我们打听过 你母亲习惯自己做饭 特别是你在家的时候 他都是亲手做好一桌子菜 等你回来 他可不会订外卖 就算你不在家 也不会 罗鹏这人 就是个混混 他说的话你也信 你们连他的话都信 却不信我的 我好歹也是个优质高中生 谁的话可信度更高 这不是很明显吗 你不是说不认识罗鹏吗 怎么知道他是个混混呢 陈恋马上闭上了嘴 眼皮子也低垂下去 你可以否认这些 但你杀害刘梅的事实 是无法否认的 陈恋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手头有你杀害母亲的确切证据 但现在是你交代罪行的时候 我没有杀害刘梅 陈恋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 就不再说话了 韩东升侧头看看我 眼睛里有些惊讶 一个儿子直呼死去母亲的名字 只有一种可能 我忍不住问他 你就那么恨你母亲吗 尸检结果显示 你母亲是被外物重击脑后 导致死亡的 检验之后 发现后脑颅骨凹陷 这说明当时力度非常大 你母亲含辛茹苦的 把你抚养长大 一个人把你培养成 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 你和他有什么深仇大恨 你忍心亲手杀害他呀 他不是我母亲 这一次陈恋没有否认 只是恶狠狠的说出了这几个字 我知道时候到了 有些证据现在拿出来最合适 进门的时候 我的同事已经给你做过痕迹提取工作 你还小呢 可能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但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确实从背后重击了流霉 一定会有喷溅的血迹粘到你身上 皮肤接触了血迹 简单的冲洗在短时间之内 是无法去除的 我们在询问你的同时 有人已经对提取的样本进行检测 我想结果很快就会出来 陈恋娜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韩东升这时候说 至少你要解释清楚 为什么你身上或者衣服上 会有你母亲的鲜血 而且这份血液的新鲜程度 可以推测出来沾染时间 是啊 陈恋 你很聪明 在冰箱上没有留下指纹 事实上啊 现场太干净了 冰箱上不光没有你的指纹 连别人的指纹也没有 这说明你曾经擦过冰箱 将痕迹消灭掉了 但是你忘了一点 冰箱里的冰太厚了 你无法顺利的把流霉塞进去 所以呢 你不得不脱下手套去除兵 徒手掰下一块块冰块 非常的耗费体力 更重要的 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证据 这能有什么证据 胡说 陈恋的声音呢 已经有些战力了 冰块就是证据 你擦掉了冰箱外的指纹 但却忘记了 冰块也是实体 那上面也可以留下指纹 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徒手掰断冰块的时候 割伤了手 你的血和流霉的血 都被冰冻在了冰块之中 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冰层越变越厚 你的指纹呢 也被封存进了冰块里 与流霉流出的血水 冻在了一起 我们的行事科技人员 在融化的冰水里 发现了你的血液痕迹 你百密一书啊 这就是你杀害自己母亲的铁证 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沉练高昂的头 慢慢的低了下去 半天没有说话 在开口的时候 他的语气变了 声音比刚才尖历了很多 像是一下子被什么东西掐住了脖子 他不是我妈 我也不是他的儿子 我们之间 没有亲情 我爸走得早 我对他印象不算深 那个时候我只有四五岁 有点记忆 但我也只能回忆起来 他总是抱着我笑 亲我 对于他的样貌 我完全不记得了 家里有他的照片 但我看着没感觉 仿佛是看着别人一样 我从小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从小学到现在 每次家长会都是刘梅去开 然后回来给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讲解 虽然没有父亲 但我从小没有受过欺负 因为我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几乎没有哪个老师不喜欢我 连校长也知道我 如果有人欺负我 他们是不会答应的 我不开心 不是因为没父亲 这件事 虽然是我心里的一道八 但时间长了 我也习惯了 一切都是因为刘梅 我恨他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是他的工具 是他满足自己虚荣心和控制欲的玩偶 我拼命学习都是他逼的 从上小学开始 我就不停的在各种辅导班之间穿梭 那个时候我已经感受到学习的痛苦了 但直到上了初中我才知道 原来我的母亲是这样的扭曲 这样的变态 考试成绩没达到他的目标时 我在家里连条狗都不如 稍微有点下滑 他就对我冷嘲热讽 骂骂咧咧 说我没志气 懒狗一条 甚至说我辜负了死去的父亲 他自己也是老师 他不会说脏话 但说出来的话 比骂人要伤人百倍 初中三年 我几乎每天都在侮辱抨击和冷暴力里度过 只有把自己淹没在习题中的时候 我才能让他短暂的闭嘴 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考个好成绩就可以弥补一切 但我太幼稚了 即便是考了全年级第一 也不过是换来轻飘飘的一句 不要骄傲 你能想到吗 我拼命复习背诵得来的就是这么一句话 只有这么一句话 我从来没从他嘴巴里听到过一句鼓励的话 我爸在的时候 好像还夸奖过我 四五岁的日子 是我最阳光的时候 后来就全是噩梦了 每次考试之前 我都担心极了 我天天做噩梦 同学们都知道我学习好 但不知道我在家是什么地位 毫不夸张的说 我愿意用所有的一切换一个平静普通的生活 在这个家里 我感受不到温暖 刘梅对我的态度 完全取决于学习成绩 我到现在都怀疑 自己到底是不是她的亲生儿子 我曾经因为考了第二名 放学回家不让进门 被罚在门口站了两个小时 就因为我比第一名 少了四分啊 罚站两个小时之后 饭都不让我吃 那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当时我站在阳台上 听着我妈在客厅里 大声的咒骂着我 我多想从楼上跳下去 我结束这一切 你们不信 可以看看我身上的伤痕 陈恋慢慢的撩起自己的衣服 指了指泪下的几处 旧伤说 这是刚上初中的时候 用藤条抽打留下的 因为我没考到他要求的分数 就被打成这样 后来我大了 就没再打过 但语言暴力没少 反而变本加厉 我知道你们不信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我自己都不信 但这就是事实 我就是在这种家庭长大的 恐怖的是 其他的家长还羡慕我 觉得我在家里 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甚至有人找我妈取经 要把孩子教育的 和我一样优秀 但你们一样想不到 我是个复读生 更不会想到的是 我第一年高考 是全年级前十 只不过没考上 他的目标大学 他就逼我复读 我本来一年前 就可以摆脱这个噩梦 永远离开 这个地狱一样的家庭 现在你们知道 我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他吧 所以我说 刘梅不是我妈妈 她是个魔鬼 我真是太天真了 有一次居然建议刘梅 去看看心理医生 因为我觉得她病了 而且病得不轻 可想而知 我被她骂了一个狗血淋头 这种成长环境 导致我很自卑 在学校除了学习成绩 我还有什么呀 发言怯懦 运动不行 班级活动没有一技之长 和女生更是半句话也不敢说 除了学习成绩 我一无是处 陈恋啊 至少你很有反侦察意识 懂得隐藏犯罪痕迹 这一点 我很吃惊 陈恋冷笑了一声没说话 我看着陈恋平静了一点 我问她 从你叫外卖这个举动来看 你杀害你母亲是有预谋的 不是临时起义 我说的对吗 陈恋抬起头 有些不可思议的看着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外卖吗 我知道 不过我们也是最近才想通的 你准备了一套外卖服 在培训中途前回家里 杀害了你母亲之后又回到了学校 我们已经找到了那件衣服 上面应该有你的DNA 幸运的话 搞不好还有流眉的血迹 是 陈恋点了点头 脸上竟然挂满了得意 我们是尖子班 平常学习真的太累了 压力又大 中午那帮同学都睡得特别沉 根本没人注意到我出去过 那天我趁门为大爷午休打盹 偷偷跑了出去 根本没人知道 韩东升突然问 我们了解到 你们家有一次响声太大 楼下的邻居都找上门去了 是怎么回事啊 看来啊 韩东升一直对这个问题耿耿于怀 陈恋脸上 先是充满疑惑 后来才恍然大悟 几秒钟的时间 眼睛一下子红了 那是我跪在地上磕头 陈恋的声音 像是被什么东西碾过似的 变得细弱油丝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妈逼得太紧 我快要发疯了 情急之下 我跪在地上 冲她拼命磕头 满脸是血 就这样 我妈也没松口 讽刺的是 楼下老人找上来的时候 她慌忙让我从地上爬起来 态度好得不得了 你看到没有 她更在乎的不是我的生命 而是自己的面子 陈恋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声 像是终于释放出了憋闷很久的秘密 既然她不在乎我的命 我也不必在乎她的 事情就是这样 我这条命 是刘梅给的 我现在赔给她 我看着对面 陈恋瘦高的身影 我问她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什么时候 开始准备这一切的 几个月之前就开始了 确切的说 从进入复读班开始 我就已经在思考这件事了 如果再不动手 早晚我也会从楼上跳下去 不是我被她逼死 就是我把她除掉 我偷了一套外卖服 计划动手 但一直没有机会 直到这次培训 韩东升 看着那套色彩明亮的外卖服 问我 师父 你信她说的话吗 八九不离十吧 我觉得呀 陈恋没这么简单 毕竟她自己也说了 很早就预备了外卖服 她订外卖的原因 除了让人误以为家里有人在 更多的是为了扰乱侦查视线 让自己那次回家 显得不那么显眼 这儿是个老小区 外卖员进出小区不多 她贸然穿了这身衣服 回家很显眼 但如果之后 还有不同的外卖员多次进入 就显得很自然 事实上啊 咱们第一次也确实被骗过了 师父 还有那个罗鹏 估计也不光是帮忙取餐那么简单 搞不好啊 他另有用处 韩东升忍不住 缩了一下肩膀说 这小子啊 比看上去还要阴险 这小子的聪明 看来不光用在学习上了 有时候聪明啊 也是悲剧的源头 师父 你说 是不是我这种学渣才是幸福的呀 这一切看似和学习成绩有关 其实啊 毫无关系 即便是陈恋长大之后 面对这种强势到扭曲的母亲 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可以想见的是 丈夫的早逝 加上天生的强势性格 让刘梅更加无法忍受平庸的人生 她把自己未曾实现的愿望 投射到了孩子身上 却从来不问陈恋的感受 你不觉得 陈恋这个年龄 很多话说的都过于成熟吗 她估计思考过无数次这一切的根源 虽然还带着孩子气的幼稚 但不可否认 她甚至比自己的母亲 看得更加透彻 这从她建议刘梅 去看心理 医生上就能看出来 但另一方面呢 无止境对孩子的逼迫 必然会把最后一点亲情吞噬掉 陈恋长大以后 年幼的亲情 已经被消磨光了 精神上的这种情感安慰又走向了反面 她对母亲产生条件反射的反感和恨意 并不意外 但无论如何 杀人都是一种恶性犯罪 况且是杀害自己的亲生母亲 刘梅对于陈恋的物质方面 一定是无可挑剔的 可以说 作为一个望子成龙的母亲 她一个人历尽了艰辛 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也并不是像陈恋所说的 毫无亲情的把孩子当作工具 我相信她的目的 不过是让陈恋不在将来残酷的社会竞争之中 落在别人后面 但她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承受能力 更没有给过温暖的鼓励 甚至都不关心孩子到底喜欢什么 某种程度上 她不仅对陈恋苛求 对自己更是苛刻的无以复加 陈恋身上的这种痛苦 一定也反噬过刘梅 我看着窗外 渐渐露出阳光的天空说 可怕的是啊 这种情况 如今仍有不少家庭在上演 而且并不被当作一种错误 但这会毁了孩子的一生啊 甚至会毁掉原本温馨的家庭 刘梅就是个例子 不是每一种奋斗都有结果 更重要的是这个奋斗的过程 有时候啊 能够坦然接受 也是一种强大的能力 在和无数别人家的孩子 妻子 丈夫比较的过程之中 我们可能都是平庸的人 但这未必不是一种幸福 有时候竭尽全力 努力过的人 接受平凡 更需要巨大的勇气 从这个角度来说 人生路上 凡奋斗者 都是学霸 特殊职业故事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